关于个人意志 舒本华认为那不过是欲望的表现形式 一旦欲望得到了满足 人生就会陷入空虚 而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 人生就会充满痛苦 所以终其一生 人类只能在空虚和痛苦中摇摆 1953年1月5日 著名的荒难派戏剧 《等待歌多》 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完成了首演 作者贝克特在其中故意淡化了情节 隐藏了戏剧冲突 仅看原剧的话 只有一片荒谬和非理性 本期视频 独家从细节入手 解读等待歌多背后 那个真正的含义 我是强迷章 一名影像工作者 这是我的第二个系列视频 聊聊戏剧 我会做一系列戏剧解读 带领各位戏剧单兵 提炼故事干货 分享舞台哲学 从逐渐消亡的戏剧中 做一名独写剧中人 实际上等待歌多的情节 其实十分简单 结构也不复杂 前后就两幕 因此会在每个细节处 暂停做分析 第一幕的故事 发生在黄昏时分的一条 乡间小路上 路旁有棵树 不远处的一个石头上 坐着艾斯特拉刚 为了方便记忆 之后我们教他哥哥 他想把鞋子脱了 可怎么也脱不下来 累得自己气喘吁吁 这时候费拉基米尔上场 我们简称他迪迪 他的思绪 一直沉浸在过去的梦想里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哥哥终于把一只鞋脱了下来 这让迪迪联想到了 圣经中两个盗贼的故事 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 有两个盗贼 与他一同定在了十字架上 其中一个讥讽耶稣 另一个则相信耶稣 为他变苦 因此这个人获得了救赎 迪迪质问 为什么新约的四部福音书中 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个故事呢 而人们为什么又选择相信这个故事呢 是不是人们更相信于有救赎的存在 而另一边 哥哥对救赎的话题也不感兴趣 说起圣经 他只想在死海里游泳 仅仅几段莫名其妙的对话 就凸显出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气质 哥哥左眼于当下 更关心身体的感受 而迪迪关心过去和未来 喜欢思考 从事 抽象概念 超过现实具体问题 表现在人物行为的细节上 就是哥哥一直在鼓捣鞋子 而迪迪则会习惯性的取下帽子 再戴上 另外 这里我们不妨把上帝的救赎 看作生命意义 这个隐喻 这里提个问题 如果生命的意义 就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叙事 或者一厢情愿的欲望之上 那么生命的本质 它究竟是什么呢 存在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救赎的话题以后 哥哥和迪迪终于讨论起了 他们身在此处的目的 等待哥多 可是 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他们既不确定 哥多会不会来 也不确定在哪里等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昨天是不是来过这里 更不知道 哥多是谁 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要等他 随着对话的继续 两人又谈起了孤独 噩梦 忌怨 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看似毫不相关 实际上 却并非无迹可循 比如 迪迪 之所以感到孤独 是因为讨论福音书中 记载的盗贼故事时 意识到了救赎的虚幻 因而 等待着人类的 只能是永恒的孤独 一系列看似 查克打混的对话之后呢 波浊和幸运儿上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波浊自称是当地的地主 正在赶路 幸运儿是他的仆人 他对待幸运儿的方式 十分粗暴 不仅对他呼来喝去 还把他像狗一样 用绳子拴着 见到了哥哥和迪迪以后 波浊打算休息一下 他让幸运儿拿出吃食 自顾自地坐在那里吃喝起来 与此同时 幸运儿还要提着行李站在一旁 片刻不能放松 于是 话题就围绕着 为什么不让幸运儿放下行李 而展开 波浊声称 幸运儿自愿怎么做 假如换个时间 换个地点 他和幸运儿 完全有可能互相换位置 随后 波浊又宣称 要抛弃幸运儿 不是把他一脚踢开 而是放到救世主的市场上 这让幸运儿放声大鼓 哥哥上前安慰 却反被幸运儿一脚踢翻在地 接着 波浊又大盘起黄昏的意义 还让幸运儿表演跳舞和思考 而所谓的思考 就是大段大段缺乏逻辑 并没有停顿的独白 这里的情节 看似破碎 断裂 但实际上 都是以预言的方式 在表现人类的孤独和痛苦 以及救赎的虚幻与无望 贝克特不断地在暗示读者 人类之所以会受难 实际上并没有道理可讲 今天倒霉的可能是幸运儿 明天说不定就换成了波浊 或者其他任何的人 例如在战争 疾病 天灾 这些世界上任何一种灾弹面前 理性会显得毫无用处 因为理性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概念和术语 进而成了一种表演 就像幸运儿做的那样 当狄狄抢走幸运儿头上的帽子后 幸运儿停止了抑郁 随即 波浊就牵他下场了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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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不一会儿 一个没有姓名的小男孩出场 他告诉哥哥和弟弟 哥多今天不来了 但是明天一定会来 不久天色开始变暗 哥哥和弟弟回忆往昔 发现他们已经离不开彼此 只好携手继续等待哥多 第一幕的剧情就此告一段落 回顾第一幕的两个细节 靴子和帽子 靴子似乎代表着人类正在走的路 这里可以参考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 帽子代表着思考 有一句话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等待哥多是一种状态 一种等待却有无所事事的状态 用一个流行词来看 和躺平状态一样 哥哥和弟弟仿佛被某种未知的力量 抛入了现在的处境 他们被切断了与过去 现实和未来的关系 原本具体又触手可及的此刻 变得虚无缥缈 难以琢磨 理性和个人意志的作用 随之被瓦解 所谓生命的意义 原来只是某种欲望的表现形式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 暂时我们可以理解 哥多就是哥哥与弟弟欲望的化身 他的缺席 预示着剧中人痛苦孤独的触解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二幕在结构上和第一幕如出一辙 仍然是乡间小路旁 仍然是黄昏时分 出场的仍然是这么几个人物 说的也都是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但许多细节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路旁的树长出了树叶 哥哥的鞋从太紧变成了太松 他不记得昨天遇到过波卓和幸运儿 更不记得曾经挨过一脚 可他的脚上分明还有挨过以后的淤青 变化最大的要数波卓和幸运儿了 波卓瞎了 他不记得昨天来过这里 遇到过哥哥和弟弟 他也不再虐待幸运儿 反而一切都指望他 不能离开他半步 幸运儿呢 他聋了 没法再表演思考 唯一不变的只有弟弟 只除了一点 他换上了昨天幸运儿戴的帽子 而这顶帽子是开启幸运儿思考表演的机关 正如刚才讲的 在这个剧里 帽子象征了思考 理性 弟弟习惯性的摆弄帽子 意味着他对理性的坚守 所以到了第二幕 只有他表现的没有变化 但仍然感到孤独 这种孤独不仅来源于救赎的无望 也体现了对非理性世界的隔阂 作为对照 第一幕做出噩梦的哥哥 此时梦见自己很幸福 由于他的邪不再及角 他的梦境也随之改变 在第二幕的结尾 同样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孩出场 带来了和第一幕结尾同样的消息 哥多今天不来了 但明天一定来 据小男孩自述 他们都是哥多的仆人 但是当迪丽问哥多的胡子 是什么颜色时 他犹豫了许久回答 我想是白色的 全剧最后 尽管哥哥和迪丽再次相约离开 可他们仍然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对他们而言 等待就是意义 等待就是生活 等待就是命运 全剧中 《等待歌多》是一部非常灰色 甚至奇怪的戏剧 但是这样一部戏 却改变了现代戏剧的全部面貌 本剧是作者塞料尔·贝克特 写于1949至1955年之间 他提出了一个简单 却又令人困惑的问题 剧中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什么也不要做 这样更安全 让我们再等等 看看他怎么说 谁 哥多 好主意 这样的对话形式 是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点 这种戏剧形式诞生于二战后 艺术家们努力在寻找 人类毁灭行为背后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在荒诞派戏剧中 剧情 人物 语言 都被重新解构 变得更加不确定 对意义产生了质疑 由于作者贝克特孤僻 怪诞的性格 曾有人询问过他 关于这部戏的信息 他却拒绝承认 或者否认 任何关于他作品意义的猜测 这也引起了观众更多的解读 例如有很多种解读版本 有人称他引设了冷战 或者法国抵抗运动 或英国对阿尔兰的殖民统治 哥哥和迪迪的关系 也引起了很多解读 有认为他们是末日的幸存者 或者一对年迈的夫妇 又或者是两个无助的朋友 或者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自我 这一期我也提供了一种解读思路 可能前面关于剧情的内容显得有一些无聊 但当你看到了这些象征意义后 会发现 贝克特在这部剧里 没有一句废话 首先 哥多 从细节上来看 似乎是指上帝 我们来看波浊的这句话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哥多的英文名字叫Godot 上帝的写法是God 因此很多人认为 哥多就是上帝的象征 而作者贝克特同样被问到过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会在剧本里写出来的 这一回答实际上就能表现出该剧的核心内涵 哥多是谁不重要 而不知道他是谁才重要 没有你 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把哥多理解为 希望 命运 未来 等等这些理性的词语 因为他是多异的 而哥哥和弟弟他是谁呢 哥哥 弟弟 他们就是哥多本身 他们在等的上帝 就是他们自己 波浊是谁呢 波浊的原名 波浊 意大利语是水井的意思 在欧洲也有堕落之意 实际上 它意味着人们的命运 也隐藏在堕落的趋势之中 从第一幕到第二幕的变化 我们就能感受到 人类命运的变化 幸运儿 从名字就可以理解 是从人类一出生起 就馈赠给人类的礼物 食物 衣服 娱乐 思想 而人类是如何对待他的呢 在这样的馈赠面前 哥哥和弟弟不以为然 继续等待着那个 可以拯救他们的哥多 实际上 在贝格特的隐喻中 堕落的人类 一直等待着 能来解救他们的上帝 却忽视了 从出生去馈赠给他们的礼物 而真的带来希望的 只有他们自己 我们再更深一层的来看 等待哥多 人们向来热衷讨论 哥多是谁 这个问题 但我们不要忽略了前两个字 等待 重要的 或许是等待本身 等待 在整部戏中意味着重复 它是哥哥和弟弟无法摆脱的困境 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隐喻 回顾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方式 难道不正像极了哥哥和弟弟 对哥多 无止尽的等待吗 在这种重复中 确定性是意义的基础 而变动则意味着中心和意义的失落 意味着安全感的丧失 等待变动的仿佛是时间 等待的时间的流逝 爱因斯坦说 时间是幻觉 这句话是在宇宙宏观尺寸上 对时间的理解 所以他认为 过去和未来 也许只是我们各位的幻觉 哥哥和弟弟的困境 不止在于他们不知道 哥多是谁 为什么要等 更在于他们等待的哥多 每天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生活中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一样 几个月后达到一个什么业绩 几年后攒多少钱 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买一辆什么样的车 但真的当我们等来了这个哥多 却总有下一个哥多 让我们等待 又或者 我们等的哥多 它不是物质的 而是生活的确定性和意义 但等来的也只不过是一手握不住的伤 确定感仿佛是支撑我们一切事情之前的目的 好像有了这个目的之后 一切困难险阻都会显得顺利 为了目的和结果 我们最终忽略了那个更重要的东西 过场 所以哥多是谁不重要 为什么等它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等待本身 我是强迪章 一名影像工作者 让我们一起穿过技术的束缚 去探索那片逐渐消亡的戏剧动土 一览前人留下的故事则思 我们下期见